黃瑞鴻在2002年成為香港執業大律師 他曾代理多宗國安法案件 包括國安法首案唐英傑 民主派初選案等 黃瑞鴻也擔任義務律師 從2005年韓農反世貿示威到2019年反送中運動 他也曾多次前往警署幫助被捕人士 黃瑞鴻的丈夫譚俊賢是資深社運人士 曾擔任屯門區友愛北選區議員 工黨秘書長 二人欲有一子 另外今年5月有傳媒報導 大律師工會副主席葉巧琦的丈夫鄧耀榮 移民台灣 葉巧琦隨行 在國安法通過前 葉巧琦曾經在港台節目表示 擔心國安法通過後 經常二座有需要人士打官司的丈夫 會如大陸維權律師一樣被捕